歡迎收看這一集的窩心球 我是六七主播何慧榮 根據不專業的心理學分析 你進到一間屋子裡面的時候 你第一眼所看的東西 決定了你的性格 我們就來訪問一下 小寬姐 你第一眼進到人家房子 你明明先看什麼 地板 為什麼 因為我一個腳踏實地的人 好 可以 是一個務實 但可能比較內向木那一點 準喔 小潘 你來 當然看女主人啊 好捨 哈哈哈哈 好 可以看得出來 這性格是展露無遺的 那麼一般的巨男美女 像我一樣 看的是什麼 看的是沙發 所以今天要大家解密一下 到底軟裝潢搭配術 有哪些訣竅呢 請教到了 是東道家居的經理小丸子 耶 大家好 我是小丸子 小丸子經理 我要問你一個問題 我知道 沙發 果然是美女啦 因為在這邊呢 今天要特別想要請教的就是 沙發在選材質跟顏色搭配到底該怎麼辦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軟裝潢 那我大概到十歲之前 我都覺得沙發只有一種樣式 傳家寶是嗎 就是木頭的那種 我後來還知道說 哇 其實沙發可以做到很漂亮耶 是啊 是啊 因為現在的族群太多了 所以為因應各種族群需求 所以其實已經研發到非常非常多精細的材質 現在很主打這種功能 機能性 換多說 馬上帶我們去看囉 走 哇 這種貓抓皮 不用我多說了吧 對我來說 就算我沒有毛小孩 我都覺得它會是首選 因為就感覺清潔上很便利 這是它主要特性嗎 對 這真的是懶人的克星你知道嗎 對啊 因為它本身其實是可以承受十萬轉的耐刮 十萬轉什麼意思 就是貓咪可以在上面刮十萬次也不會壞 哇 可以狂抓沒有問題 所以才真的是貓抓皮 對 而且又防水防污 如果說你醬油啊 水啊 咖啡翻倒 其實都不用擔心 擦了就起來了 那真的是很方便 那在配色上的話會有什麼樣的推薦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現場這一張 這張其實這個顏色很淡雅 是很多人不敢嘗試的顏色 但是貓抓皮呢 你可以嘗試像這麼淡雅的淺色系 搭配起來非常好看 你根本就不敢擁 對 真的 真的 怕傷 那這個就不怕了 非常的合適 哇 坐在這裡 我就覺得說我旁邊應該要 排一隻波斯貓才對 真的 我真的認識好多的那個奴才們 他們都喜歡養貓 但是他們家裡面又喜歡布沙發 喔 那怎麼辦 就是我看到他們家裡面的沙發啊 就是它那個側邊扶索的地方 都會變成流鼠狀 也太有畫面感了 對 很可怕 所以就是像這種貓抓布的材質 它本身都可以承受 九萬轉以上的代膜 對 而且它本身又 抗污 抗水 對 所以不用擔心它不好清潔 就即便是布面的感覺 但是它還是讓大家可以很方便的 來做使用跟清潔 那這個部分的話 配色方面 其實這個很飽和的顏色 我已經覺得超好看的 對 因為其實 其實像這種比較飽和的顏色啊 放在家裡面 就是會感覺非常的雍龍花貴 波斯貓再來一下 對 非常的適合耶 這種暗色系 感覺就是真的是超貴氣 超氣派的 這座沙發坐起來 就有一種很fresh 很清新的感覺耶 對啊 這個亞麻布它的特性應該就是 非常的透氣 那現在來說 光是透氣這件事情 當然是很多小資族群入門的 比較首選的 對 但是好像也有比較厲害的 亞麻布料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現在的亞麻布 它其實都有進化成 可以抗水啊 抗污的功能 就不用那麼擔心說 比較早期的那種亞麻布 可能一下弄髒了 不知道該怎麼辦 對 真的要拆下來洗 但是那樣這個顏色根本就不敢選了 對 對 對 太危險了 那現在來說 像這種很青草色 看起來很舒服 還有哪一些的配色推薦呢 配色的話 其實很建議大家用 像這種比較大地的顏色 青草的顏色 家裡面的氛圍就會瞬間變得很溫馨 一種田園風 就是剛才說那種很fresh的感覺囉 對 哇 坐上了這個 涼感布的沙發 我才終於知道說 為什麼老一輩都喜歡傳家寶那種木頭的 就是因為你屁股坐下去 就不會有那種悶熱悶熱的感覺 沒錯 這種感覺確實是很舒服 它怎麼做到的 因為它本身其實它 這個算是涼感布 那涼感布它本身呢 它有仿路涼感沙 對 會讓你感覺就是 跟實際上一般的布呢 降溫一兩度 好 那今天要怎麼來推薦 我們這個涼感布的配色呢 配色的部分呢 其實建議大家搭配上 這一種比較繽紛的顏色 這樣子呢 家裡面的話呢 就會感覺比較繽紛又比較涼快 喔 視覺上就可以給大家 更加涼爽的效果囉 是的 沒錯 這是真皮嗎 是的 沒錯 哇 我本來沒有想到耶 就是說現在真皮 以往都會覺得說好像是 長輩才會喜歡的 看起來就是舊舊的 那是為什麼啊 因為其實牛皮的款式 感覺就是很老氣 但是其實現在的牛皮 並不會侷限年齡 對 因為其實現在的牛皮 都可以做得這麼活潑 這麼年輕的款式 嗯 這個造型上面 就是帶點這種復古啊 又有一種現代感啊 那在配色上面有什麼建議嗎 配色其實大家看到 那我們現在現場這個是 泰菲糖的顏色 那你除了像這種顏色之外啊 你可以選這兩排 比較輕工業風的顏色 對 會讓你的家裡面的份 我感覺更有個性一些 對 很有個性 剛剛看了這麼多種的沙發 還有一大堆很繽紛的配色 是 其實我真的超有選擇障礙的 我完全不知道要怎麼選啊 真的啊 大家都一樣啊 但是其實沙發主要還是要看自己的個性 像我自己就非常的懶 所以我都用貓抓皮的 就是你不用太大的清潔 不用花太多時間去清潔它 哦 那再來就是說 你當你到現場逛的時候 你坐到一張沙發上 你已經不想起來的時候 那就是你的本命沙發了 那就希望大家也可以順利找到自己的本命沙發囉 這一集的窩心球就到這邊囉 謝謝 非常感謝小孩子經理 感謝大家 掰掰 掰掰 那只是外圍 所有幻 Eleven 都愛 托 感谢观看